大家好,我是五仔 哇,這集有東西爆了 唉,真是看不過眼的 經常說什麼A0的姜濤 即是未拍過拖 有一個熱話說姜濤 就看大波妹 接著就被人截圖 這個其實不算什麼爆料 網絡在炒作,我爆的當然是勁抽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喔,姜濤也二十幾歲 二十二還是二十三歲 你說他A0? 現在的年輕人 我們看中學破署年紀十幾歲 當然不合法的就不要做 但是二十幾歲 你不牛鬥,你弟弟都臭 那他究竟是不是A0呢? 剛巧他以前和一個女孩子拍過拖 那個女孩子也是我朋友 那個朋友的女兒 我一直不說 因為我覺得男歡女愛很平常 不過原來有一幫堂 就說很支持他 他就因為當他是寶寶仔 說他有個寶寶仔的氣質 即是說姜B 姜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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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嘩嘩嘩 這樣 他有這樣的氣質 那你是當他兒子 那別人的女兒也有老母子生的 是不是? 那跟姜B一起完之後 搞到連前途都沒有了 就被ViuTV封殺 我們今天就八卦了 阿希希都立刻伸頭來聽聽 剛才燒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對啦 給我們一個Like 我們先支持一下我們 我們先由這個被人截圖看大波妹 美美道來 他自己承認 這件事 姜濤看女斷正 性感女主播衝出來回應 那些網友怎樣說呢 看到他截了你的圖 姜濤看巨語 就說不明白為什麼男人看大波妹要報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堂來的 幫他維護一下 有人就回應一句 難道看男人嗎 對 我以為他跟Anson都一夥 那時候又吹耳仔 又拖手仔 不是 雙性都可以的 這個世界我們很大愛的 沒什麼所謂 男人看女人看 有人經常說 追蹤我的IG 五仔 為什麼你的IG只是看女人 追蹤女人 我是 我是 我只是看女人 有什麼好看的 我首先覺得這個行為沒有問題 我不知道各位家長 你們怎樣教孩子 你有沒有問題 有些人說有問題 有些人說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其實看看他本身有沒有問題 二十多歲 如果不看女人是不是有問題 但是他看那些很大的空 他說 別人事主都已經出面子說了 還有什麼好說呢 難道看大波仔嗎 就是那個大波man嗎 我先說一下這件事 然後慢慢說他怎樣 跟一個女生拍拖 然後搞到一個女生 沒有了工作 進不了ViuTV 連《全民造星》去參選 都不讓你入圍 說到這裏 有人以為我吹水 我想很多堂都知道 黃小姐 說完姓什麼 好嗎 姓黃那個 全名不說 他都不想這些東西紅 因為他又不敢說 黃小姐 很多黃小姐 黃小虎的妹妹都叫黃小姐 可能我錯 可能我錯 我也是聽我的朋友說 我的朋友說 她的朋友的女兒就是黃小姐 那我的資料夠不夠毒 先聽著 先吊著你 先看姜濤怎樣斷正 是不是看完大波 然後一咬就斷 斷到正正 整條跌出來 姜濤近日去了馬來西亞 出席音樂節 她的偶像羅智祥也有份演出 有人說 她當然很羨慕羅智祥 可以摩打腰 和很多人多人運動 那很難說 其實你喜歡那個偶像 而你不離棄她 某程度上 基本上都是認同她的做法 或者不討厭她的做法 羅智祥摩打腰 我以前也說過 我說 帥哥多女兒 就肯定了 就肯定了 你看她滾的女兒 那些女兒有沒有去說她唱她一舞 真心喜歡羅智祥 那姜濤會不會想這樣呢 你想想就好了 人家說你還是A0 有那些 沒有處女情義傑 現在有處男情義傑的人 郭富城當年也是這樣說 我會把我的第一次留給我退休的時候 慢慢用 她現在還未退休 那些女兒難道不是她生的 神經病 原來是某一個主播 叫Winky 我整天派福利圖 但是近日 限時動態寫相 無緣無情看 不過會令我心情感到 貼上箭嘴向上及深深Emoji 強調自己 我沒踢她 跟Winky的IG可見 她一直有關注姜濤 而Winky也是一名姜糖 雖然姜濤沒有follow他 但被偶像留意到自己 確是開心的 事後有網民在討論他在炒作姜濤夾女這個話題 Winky就在IG澄清 他說其實我由姜濤出道追到現在 他經常都看Fans IG 我都不明白有什麼好說 原因就是因為他直播和身材 如果平時他看過學生家庭主婦 IG就沒有人說 原來是姜濤看完心情好 是女兒自己說 心情當然好 被偶像關注 不要說關注 如果能夠重恨一晚 簡直他們如果真心喜歡都不會 像羅志祥一樣 不會爆他出來 從這裡帶出一個話題 有很多糖 或者姜媽 有很多人都說 連滕麗明的粉絲都說比他年輕 欸欸欸欸 不一樣 追那個偶像是不一樣的 你覺得鄧麗明的粉絲會年輕過姜濤的粉絲呢? 你叫他姜B 你當他是兒子 沒有幾十歲都很難生得出 但是你說鄧麗明的粉絲 你都想成為鄧麗明的陀昌師姐 英氣十足 二十多三十歲 不奇怪 我覺得沒問題 沒理由可以這樣比較 好了 但是這些姜媽 你怎麼看呢? 曾經一位緋聞女朋友 我相信這些是獨家的秘密 我這些人說是獨家 你們的粉絲一早就知道 如果不是這女兒 怎會塌水塌到連記者問她有什麼話說 不敢說啊? 阿緋聞女朋友 不敢說啊? 不敢說啊? 當然不敢說啊 讓我看看別人怎樣說 別人WhatsApp了 和我WhatsApp了很久 就說到 她 曾經這個女孩在ViuTV拍過一部 關於女團的劇集 真的 真的認識的 真是朋友的女兒來的 其實我不認識她 就是聽修的 那怎樣呢? 她是拍過ViuTV的劇集 現在女孩在IG的粉絲 接近有十萬八萬 都不是簡單 多過我先 我IG只有五六萬 四五萬都忘記了 很少更新 總之我都少過她 她真是知名人士 黃小姐 那時候拍過ViuTV的劇集 後來 我聽回來的 我想那些堂就比我清楚 她說 這個女孩在網上自爆 和姜濤有個關係 關係到多少深入呢? 三寸 還是三個月 還是十三cm 那個深入呢? 我不清楚 我不知道 是的 別人都沒有說 可能說的那些話 只是 插著邊 或者是有些曖昧 或者是說某些話 其實我真的不了解 不過應該被人口誅不伐 你知道 現在說 不要緊 大家看到她的表現的時候 在網上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但是以前 你說這些話的時候 如果你說歪了 都說你是 親中 紅 藍 又這樣又這樣 拘捕很多 搞不搞不搞 不關事的東西 哎 莫須有 你不喜歡那個偶像 你又不是黃 不知是香港青年人 又代表香港又行 不知何時代表她香港 是港隊來的? 出場的時候 有沒有唱國歌? 不要緊 那些節外生之事 不要提 那女兒在網上 自爆的關係 之後 噢 被ViuTV封殺 從此以後 不是無憂無求 是沒有錢 花了 沒有錢賺了 為甚麼呢? ViuTV永不錄用 這個封收回來是準的 因為從此以後 真的沒有看到她 在ViuTV出現過 甚至 選女團的時候 她連入圍都沒有份 入圍都沒有份 喂 十萬八萬的followers 還要是美美女女 曾經在你的電視台 出過劇集 因為在網上 說多了些話 就被人封殺了 從此以後 在ViuTV 笑實 人間正反 沒有了 見不到 對 所以我覺得曾志偉的兒子 真的很幼稚 這跟無事無關 純粹是曾國祥個人的言論 我和朋友是笑得不得了的 走去那個 電視台站上來 這裡不同隔壁 這裡什麼都可以說的 你都妄疚了 什麼都不能說的 你 我怎麼教你 吃碗面反碗底 是吧 就是這樣 不知為何 她說了這句話之後 我每次都說這些話 關於言論自由的時候 我就拿她出來做例子 怎麼這麼失言 在這個大場合 什麼都可以說 什麼都不能說 真話也不能說 相反的東西也不能說 關心一下 什麼的傷勢也不能說 什麼都不能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有人說什麼都可以說 真是有趣 這女兒王小姐 自從那次之後 就永不樂用 但是 幸好人家 真的有幾分知識 真是在這行 就叫做 東加不打打西加 跟MC張天 那個不是拆字 張天庫 就有拍過 有拍攝 有拍攝 但是自此之後 就不敢再跟這些所謂的 男仔 叫做有緋聞 跟張天庫拍劇 也都畫清界線 就說 只是合作而已 不是 張天庫也是特別敏感的 因為你知道她是那些MV女主角殺手 刺傷過去也會死 不是有什麼流出 就說可以逛街街 張天庫真的要 不要不要 千萬不要 但是這個女仔 竟然也是一個話題女星 其實有些人是 對 真是黑的 你不能不相信 張天庫就不說她 就說姜濤那筆 需要封殺嗎 其實我分析 有些人經常說我持平客觀 我說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 我朋友說 你不覺得這樣很過份嗎 我說 神經病 肯定是這樣的 你捧著兒子上來 有女兒在說三說四 你公司也不知道你有多深入 即是3CM 13CM 那些不知道 八支八支半 怎麼會知道呢 不會知道的 你問她 她不回答你的 你自己是私人的 所以我一直都說不知道 為求 補著偶像 製造一個A0的錯覺 或者是一個幻想 給粉絲 很多媽媽還看著孩子長大 看著她長大 有很多夢在裡面 怎麼能夠有些婆娘在這裡 嘩 疑似 說某些事情 然後影響到偶像 這樣 那樣 那樣就永不錄用 那樣就封你後路 是啊 然後我朋友就說 這樣看不是 她說 似乎TVB好像比ViuTV更大 我又很客觀地跟你說 TVB真的有人試過得罪高層 然後是回到TVB拍攝的 那個叫梁思浩 不過我很客觀地說 梁思浩是隔了20年才回到TVB 而ViuTV開台至今未有20年 那你又不要說TVB 大方的ViuTV 可能ViuTV過多 19年之後 給那女兒上去做 做人媽媽呢 那些角色呢 做姐姐呢 你不知道的 不知道就不要亂說 對吧 所以這個沒得比 這個沒得比 但如果你說是一個商業的角度 我覺得這個是合情合理加合法 是的 但以觀眾的角度 你就會覺得 有沒有搞什麼錯 這樣 是搞什麼錯的 是搞什麼錯的 在觀眾的角度 意思是 但你做一門生意 有人在你門口唱你的 難道你還請他進來 給他花錢嗎 我覺得很正常 人之常情 就等於 我也提攜Youtuber 新人那些 我們一起拍片 Cost Over 有些說 挺欣賞我 也有時候提名 但是你說 嘩 轉頭你 老屈我一些事情 或者是 影響到我利益 我怎麼會提名 我自己也是這樣的人 所以我覺得ViuTV沒有做錯 是爭財工具 大哥 是搖前樹 你想弄花他嗎 撕濕他嗎 我一定封殺你 是不是 實在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沒有問題 封殺 在商業的角度 在藝人的角度 五仔 你怎麼看作為觀眾 我都不是觀眾 我都不看他們的東西 那我就覺得沒有問題 如果你放了一些心機 說你是一個粉絲 或者是 姜濤是一個很純潔的天使 那些 那這件事 關不關他事呢 他不會不知道的 即是你說 這間公司 或者他們本身是朋友 也好 什麼都好 現在不能做 他會不會不知道呢 蔡豐華 那些人經常說蔡豐華 穿長衣服的肥仔 就像蔡豐華一樣 不要這樣 前輩 剛剛我看完專訪 他說 韓馬利的妹妹 有什麼事情 被公司解僱 他說 他正在跟著我的項目 你起碼都 我演唱會跟著我的項目 你才跟他不合作 這樣 蔡豐華 都幫女兒出聲 我不知道 姜濤有沒有出過聲 或者不到他出聲 或者公司角度 在利益的角度 要一將功成萬女婦 我不知道 我這些我不知道 但是你真的不要 你真的不要 你會覺得他這樣 就拿我前輩出來 越來越 蔡豐華 你叫他唱到一隻善影才說 蔡豐華 人家真的懂得唱歌 我問你 絕對空虛 當時人家真的拍爛手掌 在這裡做了幾下 你售售售售售售售嘅 有那個外國的鬼婆 那個鬼婆是音樂人 他聽完 他不懂 我們香港樂壇 說了一句說話 跟我當初 我說姜濤 我說你唱歌方面 我的聲帶閉俠你都不懂 然後那個鬼婆說 他覺得 什麼事 為什麼 你播過音樂 後面播放的聲音應該比你的聲音小 為何你唱現場的時候 你的聲音還可以比後面的聲音小 聲底閉合的問題 就是不懂得用聲音 鬼婆說也不知道她在做什麼 然後喊她 哇 立刻樣子挺… 哇 這樣也行 她說這個人是不是很famous 但看到有這麼多粉絲很明顯就是 她是啦 其實偶像有很多東西堆砌出來的 你說男親女愛那些東西 我覺得都沒有說誰錯誰適合 就是你是不是也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 因為這些私人事 私人事 女生有沒有報警 有沒有說在哪裡等你 有沒有做這些東西 她可能還想做 那就算了 不過我覺得這個女生有點怕鬼了你們 她可以的 她可以解僱完姜濤的新聞 再跟MC張天庫解僱匪文 張天庫這個樣子 好像人間哪有真情在 總之是女兒她都愛 你走過去第一個兩下 你容不宜拍照給狗仔隊 她不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女生她是 我聽回來就拍過多了 可能我聽錯了還未頂 或者我誤會了還未頂 你問她的記者她也不說 她不說 那就算了 我多欣賞這個女生 現在你和鼎樓 那個香港鼎樓 名字的名字 她都沒有 出來抽水 一來可能怕鬼了那些姜媽 可能 或者她本身的人真的很有骨氣 唉 你敬我一串 我沒理由敬你一仗 是不是 畢竟都叫真心相愛過 一夜夫妻百二元 你猜真是 是不是 那些女生反而多值得 多值得尊重 男生方面沒有出聲 是不是受害者 是不是被人強姦 是不是要報警 不知道 不知道她是誰 誰追誰 但是聽回來好像是南方做主動 聽而已 可以聽錯 我不肯定 首先我不肯定 只是用來討論一下 這宗新聞 在網上都有一題 不過我相信傳媒都收封了 收了命令 想淡化事件 我們這些都在網上 左聽右聽 然後就在這裡 跟大家跟進一下 因為很多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就很難做忠粉 就好像我這些 我說明不是觀眾 我在 在旁邊看你 唐冠姐 伊牙鬆鋼那一群 我看我都知道 你自己又說追星 又說追星追到甚麼都不知道 你知道 會不會繼續喜歡呢 我覺得無所謂 無影響 正如羅志祥 千人斬 我還覺得正常 他不千人斬 都不正常 你以為每個人都像我一樣 是啊 沒有女兒吃的 現在很可憐 做和尚 日本的和尚是有女兒的 我想說 但不會亂來 姜濤也不是亂來 只是一個半個而已 只要看女兒 我覺得 整條片的總結就是告訴你 他發生在他身上的事都是很小事 不過我替女兒不抵抗 我欣賞女兒的態度 他沒有弄壞臉去炒作這些新聞 對了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我欣賞女兒 男兒就 不要再拿他和蔡楓華比了 蔡楓華是 真的起碼他有兩首歌 我記得 而我會唱 而你問問那位哥哥仔 唱不唱得到 先再研究 今天先講到這裡 可能有些人聽到很不開心 或者進來又叫我看車 我會的 你們也要看車 不要出家不看車 下次再講過 拜拜